大哥 開什麼東西 唉唷 這個 上一次我們有介紹一池威士忌 對 獲得大家很大的迴響 然後才知道 這個威士忌在台灣的銷售量 居然在世界排名第三嘛 對 第三 非常偉大的一個成就 對 也表示說我們台灣人 叮噹 叮噹ㄴ 叮噹 似酒如麵 我們再講茶跟乾杯 認真喝 譬如說我們要喝威士忌 大家拞�年份 就是說娃哭 真的要活得夠久 對 然後要活得夠久 要不然指人每次都喝三杯 啊 等到揮發之後再加酒 對啊 就是说 真的是年份完全代表它的好坏吗 其实不进来 因为现在看到很多不出年份 低年份有低年份的活力 高年份呢 承载的这个 沉稳 沉稳 有韵味 其实就是说 其实年份当然是一个参考的指数 但是实际上是你真正喜欢哪一种 这个最重要 适合自己的味道 其实不管酒 贵的酒 便宜的酒 不管 你只要喝到顺口 就是好酒 好棒了 好棒 那基本上我们也不可能 因为我们是瞎喝嘛 对啊 这样子 康哥前台舞电子 好嘞喔 那最贵的 那个开瓶盆 那是盆子 对啦对 Abi 你都喝几年了 我几乎都是喝12年的 7 20 12年的 对 那开瓶盆子 还加茶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我加水而已 加水 我加水 一点点水 康哥是康家 康家 这是康家 我不曉得我讲的对不对 其实如果喝醇饮 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辣 可是真正他们喝威士忌 是要加淡淡的水 然后它可以把层次分得更明显 对 因为你太辣 你放口 放嘴巴 你会很快就化开 就直接下去了 你没办法分它的层次 可是加一点水啊 它可以让层次比较明显 你可以慢慢地含得住 拧下 对 我讲的对不对 就是比较感觉到它的味道 对 我是听有些人是这样讲 就是还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喝威士忌 有些人说要加冰块 有些人说不要加冰块 这是怎么样的选择 喝酒就叫开心 那不加冰块呢 保留原味 口感强烈 加了冰块呢 酒精的那个刺激感下降 可是冰度上升 味道也索一点点 也会有变化 也会有变化 但是就是说那个 最起码就像你讲 你可以去品味它 对 你可以 舌头可以在里面打 然后有别的味道出来 那Avy喜欢 怎么调酒 基本上我是喜欢比较果香味 然后比较顺的 那 就我可以喝比较多 今天好喝就想喝比较多 现在有在腰战的意思 我也喝三杯 你都没有开个国光啊 跟你讲 我 我们的习惯就是 你喝什么 我喝什么 但是我们每喝一杯 我们加一瓶啤酒 汤式喝 那叫加酒 他来漱口 他看啤酒咱在漱口 喝酒其实是一个很舒服 很快乐的事情 取决于你的量 真的 其实喝多了 这我们都有经验 喝多其实没那么好玩 对 其实在那个刚好的时候 哎呦 我跟你讲 每一句笑话都好好笑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好 好